林志胜 资料照 记者林郑坤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效力奥连的四名台湾球员今天都有出赛 效力不以私本侠道的大师兄林志胜近日长达火力加温 虽然手工尚未出炉 但连二战都敲出二类安打 林志胜今天四打数二安打 炮回两分 打击率称至三成三十三 球队中场以6比11不敌博斯热火 中断六连胜吞下本季第一场败仗 林志胜今天担任新发第三棒二类手 一局上手打西就敲出左外野二类安打 随后靠着队友Mitch Nielsen的左外野两分炮回来得分 侠道对手局得到两分 但博斯热火下个半局就展开反攻 单局冠进六分 包括Alex Cole的两分炮 一局超前比数 博斯热火从第一局到第四局 直局都有分数进账 林志胜第二 五局都没急出安打还吞下EK 直到八局上才再敲出一只中外野安打 并倒上二类 最后靠着队友的内野滚地球 跑回第六分 无奈球队开局十分过多 中场以6比11输球 不败之时终于吞下本季首败 其他三名出赛的台湾球员 蒋志胜四打树一安打开季连八场敲安 张靖得三只灵 张泰山则以四只一作收 打击率为2乘2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